男生推荐高颜值学霸男生 这很棒啊 这听起来不错 对 之前我有就是在北京念书 然后我当时在台湾 除了演戏以外 就是还有做配音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专门教我配音的老师 那因为很多电影是两岸三地的 所以他就是配音会飞来飞去 那时候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就有跟那个老师碰面 然后他就说 你刚到北京就是很不熟 然后他有个干儿子 然后是在北京念大学 他就是介绍给我认识 就说可以带我认识一下北京 去的时候那男生呢 长得很高很帅是东北人 对 然后他很贴心 然后他就是非常细心的 就是带我就是认识北京 然后还有推荐一些书籍 我觉得有一幕是 我觉得很浪漫是 他骑着脚踏车 然后在我在北京的胡同里面 然后挂 好像拍电影 是不是你知道吗 其实是有一点点秋天的北京 然后冷冷 就有点凉凉冷冷冷 对 然后在胡同里面 然后骑着脚踏车 然后你就坐在后头 然后你就觉得 这件好梦幻喔 那你对他产生情愫 对不对 他就是有采放出他的好感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 如果在这个地方可以谈一个恋爱 好像也蛮美的 然后 隔了大概没有多久吧 然后我跟我的老师就见面吃饭 然后他就在告诉我说 他要找那个男... 他说他的电影里面 有插一个女生的声音 然后他要找那个男生的女朋友 哇 去配那个角色 我说OK 很好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男生聊到 我就说 我说那你怎么出来都没有带你女朋友 他才发现说 就我知道了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因为我们有一些问题 就是 渣男第二次就来了 对 但我后来就觉得 哇 这样不行欸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在北京 就是也有生活圈了 我就跟这个人开始保持距离 然后就没有脸 好 张玲 因为我在创业嘛 然后我刚才在创业的时候 就有认识一个创业成功的上进青年 然后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创业成功 所以我刚才在创业的时候呢 我就很喜欢问他意见 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干妹妹 然后他就很喜欢就是跟别的干妹妹说 你知道张玲吗 那个我有投资他的公司 然后我下次吃饭的时候 我可以找他出来一起吃饭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讲 可是他根本没有投资我的公司 然后后来呢 我其实是缺助理 所以我就说 我最近缺助理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不错的人 他说我有一个干妹妹 可以介绍给你认识 那时候因为我很信任他 所以我就干妹妹不有他 因为他长得就是斯文斯文的一个女生 感觉是做事情会很细心的 我说好 因为骑长话车带你 对 滑板车 滑板车 那一开始来我公司上班 我说那你希望待遇多少 他说 四万 他直接给我开口四万 他说哇 你可能是会什么 很厉害的什么独门 什么技能之类的 我可能看不出来这样子 我说好 那四万 他领这四万块薪水 早上 我们那天礼拜一很忙 结果他就突然早上七点多 传讯你跟我说 今天我舅舅的阿伯 在新竹就是住院了 我跟我爸妈要去新竹看这个 舅舅的阿伯 然后我当时就超幸福 啥眼的阿伯 对 就很远 像阿妈的阿伯吧 对 然后我说 可是今天明明就要上班 好 反正日记越来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去跟那个 我就请那助理就说 我出来喝个咖啡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助理就不行 然后我当然我没有很凶 因为我就是还是心平气魂地跟他说 我觉得你做哪些事情 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 那我就抓到这边就好 结果那一转头 那干妹妹就打电话 给我那个上进青年的哥哥 他就说 我欺负他这样子 这个哥哥就打电话来骂我 骂你 对 他说你现在是怎样 对他那个兄是怎样 大同胜 我超傻眼的 我超想跟那个哥哥说 你请你把薪水给我 就是你介绍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约我出去 然后我说你现在就是公司不分明 我不能接受公司不分明的人 他说对 你就会成功 你就会成功 我说你就是公司不分明 然后他就站起来 我说你再说一次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就真的要跟他开始打起来 我就说气到 我真的是没有再跟他客气的 当然没有真的打起来 因为旁边还是有人抓 就是你知道我抓一下 气气了出来吗 人是你贴的吗 一手热住他的脖子 一手抓住他的裤带 拳头如雨点般的落下 可能是我也奇怪 你一只手都各抓 怎么会有拳头 那是对方的拳头 对啊 然后反正那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不能再联络了 因为他就是会到处去外面讲什么 然后又造成你的麻烦 所以不能看到他事业成功 就觉得这个人值得相信 对 你说那个哥哥 好 再来就是 原本觉得普普而已很还好 没想到居然好棒棒 这颠倒过来 看起来不怎么样 结果好都不得了 好棒棒 来 我之前就是跟我的闺蜜 一起去埃及 姐妹就跟我说 我们去看沙漠里面的绿洲好不好 她说 沙漠里面有绿洲 怎么可能 她说我们要一大早 差不多四五点就要起来 我们要坐四个小时的车程到那边 而且它是一个隐藏的景点 来回是要八个小时的 你也知道沙漠这样子 其实屁股是很痛的 我想说我不去的话 就自己一个人 这样也太惨了吧 像我们没意气一样 我说 那我们当然是一起去 我们就坐四个小时 我真的是对着那个沙漠 你知道你在埃及 你真的会怀疑人生 就是明明车一直开 可是是一样紧色的 都是沙漠你知道吗 就这样坐坐坐四个小时 我跟你说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傻眼超级美 它整个是 Tiffany绿的一个大湖 不是那种 一个小时坛而已 它是一个大湖 而且是好几个 都是Tiffany的 我今天有带影片给大家 真的 真的看很厉害 我爱你 超级的 沙漠里面 这里 这里 对 而且我们完全没有人 只有我们 超值得 好值得 他现场看到 就是Tiffany绿 我从来没有看过Tiffany的湖 那湖的旁边就是沙漠吗 就是沙漠 而且它不只一个湖 它是好几个湖 然后那岛游来说 那你要这个湖吗 你可以选形状 你知道吗 这个不错 这个比较大 然后我们下去 因为你知道 它那个湖是死水湖 就是它的盐分很重 也就是说我们下去的时候 我们只要 对 所以我刚刚不是这样往后 跟那个死海一样 对 然后我这样往后之后 它就直接这样浮起来 所以就拍照起来 超美 此生必取 我过年去北海道 坐四个小时的车 他们跟我讲说 难得一件的丹顶鹤 我想说应该是 成千上万丹顶鹤 到了现场 在哪里 导游说 有啊 你没看到 你也这个问题 这里一只 那里一只 然后我说然后呢 他说 你这个在气死对不对 啊我旁边有一个 水醒的朋友 是一个档 他说玉琳哥 汗 他说了 他说了 他是一个小室啊 他说了 他说铀 他说了 忍受 cul 悉悉的 那么 他说了 确